截至7月10日,泰国普及帆船事故遇难游客人数,以上升至44人,同时仍有多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依旧全力进行中。 对于该事故,泰国副总理巴奕于7月9日上午作出的回应,引起了中泰网友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很多中国网友,可以说是极度的愤怒。 以下为他当时的言论,此次翻船事故,导致40余名中国游客遇难的游船所属公司,和零团废旅行业务有关,幕后实际操纵地老板为中国商人。 而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旅游公司不顾气象部门的海浪预警报而坚持出海,所以是中国人在自己害自己人。 当然整个事件,我们将严格按照泰国法律进行调查和处理,面对来自网络的一片骂声。 7月10日,八义副总理在接受采访时做出了道歉,大义是,犯错追责和救援是两码事,昨天我只是提到了追责,并没有说到救援的事,但我们对于该事故的救援绝对是不以预理,对于我昨天所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我得说对不起,但我当时收到的汇报信息的确如此,也许当时八义副总理,真的是在说他所认为的实话, 但在这样的结果眼上说出来,的确让人无法接受,面对紧急情况的公关方是有待斟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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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